王一涵的注意力都在往前这一块 这个杀的落点比较长 王一涵没有注意 这进攻型打法本来就是高个儿选手的优势 因为他身高 击球点高 下来的球 杀下来的球特别尖 郑小姐这球第一拍 一个平高球压对方后场 第二个球又是掉往前 而且掉的质量还很一般 目的性也不太明确 这一拍不知道他要打哪 送到对方手上 被王一涵直接推死 王一涵顶过了对方追到8比10之后 那一段 现在16比9 应该说后面可能要一马停穿了 好球 很耐心 这个进攻组织的非常耐心 再控制对方底线 再挡网 好球 这个球王一涵打得非常耐心 把对方位置完全拉开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就是郑小姐 我觉得他的心态没有调整好 对这个战术打得非常不成功 他打了王一涵应该打的战术 而他是一个身高只有一目五八的一个小个队员 你想靠自己的进攻去攻死对方 这难度其实是挺大 因为他前面打的对手呢 王世贤 深刻 身高都不太高 尽管深刻也是个进攻型的打法 但是个子也不高 所以郑小姐可能觉得自己前面一路打过来 这个打法都是很成功的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 今天你碰到的是王一涵 你攻下去的球 王一涵身高手长 对王一涵威胁没有那么大 王一涵现在是18比10领先 看来将是中国女子单打 年轻队员这些媒体称作小花的里面 继朱林 卢兰 王林之后 又一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选手 而且到现在为止来看呢 这些选手还都是身材比较高大的 这些进攻性选手 夺冠 在这四个人里面 朱林和王林相对来说 他们也是进攻型 但是相对来说更技术型一点 就是更细腻一点 卢兰和王一涵都是身材比较高大 进攻型 依靠身高力量的优势 去取得场上的主动的选手 在当今这个女单的赛场上 小个儿拿冠军还是比较难 虽然这两年王世贤和汪欣 包括郑勺杰啊 原来老一点的黄妙珠啊 在很多时候也体现出一些特点 但是最近这些已经从04年以来 都是高个儿的天下 王一涵已经获得了比赛的场点 而且也是冠军点 上网铺球 好球 王一涵是2比0 战胜了中华台北的郑勺杰 两局的比分是21比15和21比10 这样王一涵也就获得了 自己的第一项世锦赛的冠军 在大赛当中证明了一次自己 感谢 谢谢大家